台北大空襲 它引用了很多台灣的一些歷史 而且是我們一般少 比較用遊戲的方式去呈現的 我們覺得比較嚴肅的一些歷史 那它當然是可以協助我們 去用一個新的觀點 去重新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但另一方面的話 我覺得它的成功背後的因素 是說我可以感覺到 整個團隊的遊戲 本身是非常的有熱忱的 那我覺得這個技術本位 可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 也就是說它不是單純的 基於一種所謂的政治 或是學術上的一種文宣 來去做件事 而是一群真正熱愛遊戲的人 它在遊戲當中去呈現了 一個歷史的這個年代 而且讓它遊戲的形式產生了 玩家之間彼此的一個互動性 所以我覺得台灣未來的一個 文化的一個發展上面 會有運用台灣元素 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我們不要用太多的有色眼光去看 那另一方面 我覺得在這自然現象當中 有些團隊它很認真的 去把遊戲做好 這樣的一個技術上突破 技術上去鑽研的一個精神 我覺得是台灣未來在整個文創產業 在經濟發展上面 應該要走的路 以及是我覺得 是大家應該用具體的行動去支持 那我覺得首要條件是 這個東西必須好玩 或者你拍電影啊 必須好看 那我覺得在 螢光如果放遠一點的話 這才只是個起步而已 我覺得未來十年 台灣在這方面的東西 越來越多 所以甚至那些做內容的人 對他們而言 這未來十年可能是一個浪潮 要開始起來的 然後那個時候被空襲到的家庭 他們怎麼樣去求生存 當然它可能是一個虛擬的遊戲 讓現在的我們去體會 去了解去看到 當時戰爭過後的那個 或是在戰爭當中的那個狀況 可能經過那些事情的人 就是我們的長輩 或是前兩三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那不是傷痕 那個是更認識 我們自己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大多數台灣人追求的歷史 可能是戰國或三國 那其實大概多半的都是玩遊戲 玩出來的 那很多人玩了遊戲之後 會再去翻閱歷史小說 甚至我只要遠去讀那個 三國志的原著 那我相信把遊戲融入的方式 是可以讓大家更有興趣去探索這樣的歷史 去閱讀相關的文獻 去閱讀相關的文學著作 聽說貴遊戲 有很多的人質疑說 那為什麼不去做事業上其他 死上更慘重的大空襲 什麼東京大空襲啊等等之類的 如果對於台灣時不是那麼了解的朋友 可以想歡迎大家可以來玩這款遊戲 因為可以了解在二戰的時候 處在一個殖民地的台灣人 有什麼樣的處境 因為在這套遊戲裡面 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個性 還有自己關注的終極關懷在裡面 我想不管是什麼樣的空襲 我想這些事情 身為一個在這個遊戲當中 所設定的一家人 我相信都是能感重身手的 因為其實對於任何身在其中的人 也每一場戰爭都是非常殘忍 非常不堪回首的一段過去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台北大空襲它的重要性 完全不會下於任何一場 世界上的戰爭 因為它也曾經是許多台灣人 共同的回憶 也是需要我們如果說 未來再去面對其他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值得再去回顧的一段過去往事 千里亞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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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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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